2023好声音第二期节目播出了 看了整期节目 总体感觉比第一期节目好看 学员的风格多种多样 而且实力都不差 让人有看下去的欲望 导师方面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闹腾 虽然节目需要这样的效果 但太闹腾就感觉太儿戏了 而看了第二期节目 我大概知道今年哪个导师在扮演绿叶了 看了这么多年好声音 大家公认的绿叶就是宇承庆 虽然他活跃气氛的能力不错 但存在感真的不强 只要他当导师 都只能给其他导师扮演绿叶 那么当绿叶导师有哪些待遇呢 第一抢学员抢不过其他导师 第二单转学员多 三转四转学员少 第三当不了冠军导师 结合这三点 基本就能猜到今年的绿叶导师是谁了 薛之谦肯定不是 别看周华健来了 但主刊还是薛之谦 没办法 他的人气实在太高了 可以说是内地乐坛最接近周杰伦的歌手之一 不管周华健资历如何 也撼动不了薛之谦在节目中的地位 周华健虽然压不过薛之谦 但毕竟资历摆在那里 所以他也不会是绿叶导师 这么说吧 如果周华健跟刘欢 那应他们一起当导师 那他可能就是绿叶导师 跟薛之谦 潘伟博 刘宪华一起当导师 还不至于 那么剩下的潘伟博和刘宪华谁是绿叶导师呢 很多网友认为是刘宪华 毕竟他争议最大 资历又最浅 他不应该是绿叶导师吗 其实不是 绿叶导师是潘伟博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 潘伟博跟宇成庆很像 抢学员抢不过其他导师 每当遇到心仪的学员的时候 往往失之交臂 好不容易才能抢到一个不错的学员 看吧 四大战队正式形成之后 潘伟博战队的整体实力大概率是最弱的 虽然他不可能成为冠军导师 今年的冠军导师 刘宪华也不可能 没有理由 所以要么是薛之谦 要么是周华健 我个人更偏向于薛之谦 要说理由 倒不是因为他是主咖 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内地导师 作为国内音宗领域里的扛把子 中国好声音至今已经陪伴观众走过11个年头 每一年的夏天 这档节目都会雷打不动的与观众见面 不管外界的评价如何 中国好声音始终有他固定的收视人群 来到第12季的中国 好声音依旧展现出强势的势头 虽然李文和刀狼等人一度将节目推上风口浪尖 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节目的收视数据 还是有金主和观众愿意为好声音这三个字买单 中国好声音2023首播 便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节目收视率突破0.63 稳稳获得同时段位是收视冠军 包括周华健 薛之谦 潘伟博刘宪华在内的四大导师也成为热搜话题的焦点 8月4日晚 中国好声音2023第二期节目正式上线播出 有意思的是本期节目一开场就给观众个下马威 10分钟节目播放了5个选手的舞台内容 让观众有种在看急速版的错觉 中国好声音赶着下班啊的话题快速登上热搜 一大波网友又开始把矛头指向了节目组 节目组的反馈也很快 第一时间在官博进行回应在认真营业中 不过熟悉中国好声音的观众应该很清楚 正面前把一些表现不够突出的学员剪辑在一起 是一项常规操作 这也不能怪节目组全都放出来 估计大家又要吐槽学员实力不过关了 相较于首期节目 中国好声音2023第二期节目陷入佳境 登场的学员整体实力有了质的提升 音乐风格也趋于多样化 包括摇滚、阿、逼、抒情、电音、传统戏曲等多元音乐风格 导师之间在抢人大战逐渐升温 节目综艺效果也大大提升 30岁的另坡 本职工作是一名汽车检测项目经理 但他还是一名半职业摇滚乐团的主唱 一直在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好声音的舞台上 他用一手抵抗引力唱翻全场 音乐风格突出 演唱有律动感 高音部分直接把刘宪华唱嗨了 最后他也顺利成为刘宪华战队的一员 钢琴女孩黄晨晨第四次来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这一次他终于弥补了遗憾 他演唱的大人情感细腻真挚 声音很抓人 故事感和画面感动很强 观众的思绪也会沉浸其中 多位导师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黄晨晨最后用唱歌的方式选择自己心仪的导师 他和周华健导师一起合唱 明天我要嫁给你 所有人已经猜到了答案 周华健又抢到了一员大将 而潘伟博继续当陪跑者 总的来看 随着节目的推进 中国好声音2023整体观感也有所提升 导师之间抢人的戏份越来越有趣 学员的质量也不断拉升 黑马选手开始成为主角 观众对于节目的期待只也发生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